那么这一下是透过禁 禁就是修学 不断地欣喜 清净禅定 修学禅定 来成就清净于一心真主 好 我们看修定 看经文 长后坐禅 在于闲处 修设弃心 文艺苏施力 世明初清净处 那么前面的十种的法 是远离攀岩 修设生息 这一下就正式修禅定了 前面的准备做好以后 你应该怎么样呢 在于闲处修设其心 当然国上有时候有在家计时 有出家种 有在家计时 你可能要工作各种的事业 但是你每一天当中 你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时间 进入到一个不受干扰的处所 或者佛堂 或者哪里 你要有一个怎么样 在一个不受干扰的玄境处 或者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干什么呢 收色其心 你受菩萨戒 你不能整天就把心脏放下去 不管它 整天就是一天到晚打妄想 这是不对 这个本身你就犯菩萨戒 那么收色其心 当然我们进去中 主要收色其心 当然靠佛号 过去 我们的教务主任老 慧田长老 他讲到这种 这种练佛 他提倡一种 专注练佛法 我觉得很好用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他这个方法的一个应用 他这个方法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皈依 第一个专注 就是你在练佛之前 先修皈依 如果说你不会皈依 那你就练那个发言文 一心闺蜜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愿以静光照我 慈世受我 我今真念 称卢来民 为菩提道 求生君主 就是 你是夜战凡夫 阿弥陀佛是功德庄严 从应言上 我们建立一种 皈依的通神靠道 这第一个 那么你跟佛号 你的心跟佛号 建立一种皈依的心态以后 就专注了 专注呢 他的方法是这样 每一天 念一千声佛号就好 不要多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 念什么 念不好 就一开始贪多 你一天 念三万声 他就念六万声 你六万声 他就念八万声 然后念的 全部都是散乱性 没有一句佛号可以用的 没有一句佛号可以用的 佛号的目的是 收射身心 结果我们现在 把收射身心 这个事给忘了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佛号一直练 工作的时候也练佛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 肩带的 不是正修 就是脱地的时候 练佛 当然好过打妄想 好过打妄想 但是你不能把 净土中的定位 把它定位成 练佛指示 好过打妄想 这标准也太低了吧 太低了吧 你这个练佛 是要感应道教的 你这种 兵工作 一心讨起用 能够临终 能够感应道教 所以 我们刚开始 就是练佛人 要有一个观念 宁可少练 不可草衰 因为你就怕你养成坏习惯 你养成练佛 就是水火溜过以后 就是给你充分的时间 让你练一百升佛号 你也练不出来 因为你佛号就是习惯 从心中快速地溜过去 你真正没有用佛号来 收射身心 所以它是怎么样呢 它透过三三十 三句三句四句 如果你气比较长 你可以分两口气 六句佛号一口气 四句佛号再一口气 或者你三口气 两口气都可以 分成五点技术法 早上 练十遍 五百升 晚上 练十遍 五百升 它不多 那么你一天 就把五百升佛号 早上把五百升佛号练好 晚上把五百升佛号练好 你今天观光就可以了 那其他时间 你说我等车也练佛 但没关系 但是你这个一千升佛号练下来 归一专注 你练个三年下去 你就知道为什么叫做一记佛号收射身心 你就懂这个意思了 就是 因为 主法应援生 就是 什么叫应援生 你知道吗 就是过程很重要 就是 你刚开始跟佛号互动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形成的 你们一开始就是随随便便 你也随便 他也随便 大家都很随便 那佛号跟你的音言 就很随便的音言 但是你是在一种 很寂静的状态 先拜佛 然后蜿蜿放下 手机关掉的情况下 建议心中的佛号 诸法应援生 这个佛号跟你的力量 他只要一线前 就是说 你要修到这个佛号只要一线前 他马上可以把你的心收住 不用太多 实际佛号就够了 因为你就是这样栽培的 你这个佛号 这个佛号虽然是个阴生 但是有些人栽培阴生的时候是 归一的心 专注的念 所以 所以我们很多人 对建筑中的念佛 都忘了这四个字 收射身心 不是把佛号 念完就算 你这个佛号有没有达到 把你的身心世界给收住的感觉 那么 就是 你这个菩萨 透过前面的十种的过失 就是引力以后 你 引力潘延新的阴言 然后呢 然后的目的就是 帮助你收射身心 用佛号来收射身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